在影片開始前 不要忘記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開啟全部通知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次影片喔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好,小鈴鐺,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歡迎回到我們輕鬆養折龜系列的第六集啦 那在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 有關於折龜常見的腐皮啊 水煤等等的問題 我們該如何去判斷的影片 還沒看的朋友呢 歡迎點右上方的資訊欄前去看看 那今天這一集呢 輕鬆養折龜第六集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在我們皮膚的照顧確定好了之後呢 我們甲殼該如何去照顧 那在之前呢 也有分享過刷背及曬太陽 我們對折龜來說的重要性 歡迎點右上方的資訊欄位 一樣去稍微的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幫折龜刷背呢 要保持他背甲非常漂亮呢 是要怎麼樣去做維護的 那不能光說不練嘛 先給大家看一下呢 我們家的烏龜的背甲 都是維持得非常漂亮 那卡卡應該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那個背甲的保持呢 實在是非常的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卡卡呢 背甲維持的照片 那再給大家看一下 以前卡卡剛抓回來的時候 背甲被之前的四組飼養的時候呢 有可能因為 地區不同 水質問題 或是平常的飼養照顧上的差距等等 都有可能 非常多的原因 造成他 角質化非常嚴重 然後也有稍微的 爛甲 那我們就是去把它做一個治療跟養物 也弄了蠻久的哦 大概一年多左右才讓卡卡的背甲呢 到現在這麼漂亮的程度 那途中也是後來經過蠻多次的幻殼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隨便抓一隻紅滅蛋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他們的背甲 來 過來 過來啦 怕什麼 過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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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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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過來過來 好啦 可以看到呢 這一隻的背甲呢 基本上來說 誒 不要那麼激動好不好 它沒有任何的說角質化的問題 那只有稍微的清態問題 因為之前養在室外的部分 那副甲的寶石也是非常好 基本上 就是非常這麼簡單的照顧 哎呀啦 你那小烏龜都真的非常的激動 我們來看一下皮蛋 好啦 那先給他確認一下這是我們家的小皮蛋 那小皮蛋呢是我們家自己孵化的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欸?那個後面買回來的不是自己孵的 搞不好人家之前維護的很好啊 那其實這樣小皮蛋就是我們一直以來都是自己照顧的 那其實平常刷背你說有什麼特別刷背 就是拿一個牙刷 稍等一下 就是拿一個牙刷像我都會拿這種軟毛的 那我們就是一個很簡單這樣子 去幫他做一個背甲的清潔的動作 那也沒有什麼特別很繁瑣的動作 就是這樣 欸幹嘛幹嘛 他就可以保持得這樣 非常的漂亮了 那你也不用說 特別的去什麼大力刷什麼 其實不用 你只要時常刷 讓他一些比較 可能卡髒污啊 或是什麼 曬乾啊曬太久那個沉澱的東西把它刷掉 那你也不要說 很勤啊一直一天刷好幾次一天刷好幾次 平常上其實對牠們本身 多少一定會有保護力的那些背甲 會造成一些損害的問題 那可以看到呢 我們連大烏龜呢 在背甲的保持上來說呢 都是 蠻有在照顧的 那基本上只有牠們在 比較大量密集 或是可能要準備進產季的 我們盡量不去打擾牠 那稍微有時候都會抓出來 刷洗刷洗 那鮮養在繁殖草的環境 當然牠有土 有沙 一定會比較容易刮傷等等等等的 那 因為牠們的年紀到了 我們就不會像小烏龜這麼精緻的去 鮮養牠 不過基本上 該有的背甲保護呢 還是會有基本的背甲保護啦 那 就像 像這一隻可以看到 牠其實這邊中間呢 有稍微一些角質化 那這一隻也是後來收進來的 所以也是就是 持續的去幫牠做個照顧 看旁邊已經有 比較好的狀態了 這隻也很肥 好 以上就是我們金鐘養折龜系列的第六集 跟大家分享一下刷背的重要性 我們刷背不只能讓 像我們的標題封面一樣 想要烏龜漂亮 我們就要試著幫牠們刷背去保養 那 最重要最重要的點呢 我們是可以 減少爛甲 以及很多甲殼上的問題 可能有時候甲殼上也會有水煤 青苔 等等的問題 那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有些微的青苔什麼 那也是一種美 那當然也可以 這部分就是看個人的飼養方式啦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喜歡我的影片 給大家一張小鈴鐺 只要分享我的影片 收到之後 我就好 我們下次見 掰掰